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鲁读书 今天为大家分享梁小生先生的文章 父亲 第二集 欢迎大家收听 父亲是很能攒钱的 母亲是很能借债的 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 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 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 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 三年显向一次 在我的情感世界中 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 而无力报答的恩人 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 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血深情的西世纪 他将最自然的人性 最天经地义的伦理 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 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 不只因为他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 更因为他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债务 父亲第三次叹家那一年 正是哥哥考大学那一年 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欲望 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 我供不起你上大学 父亲的话 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好心的邻居给哥哥找了一个挣小钱的零食活 在菜市场卖菜 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 父亲逼着哥哥去挣小钱 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册课本 早出晚归 回家后交给父亲五脚钱 那五脚钱是母亲每天偷偷塞给哥哥的 哥哥实则是到公园里 或松花江边去温习功课的 骗局终于败露 父亲对这种阴谋诡计大发雷霆 用水杯砸碎了镜子 父亲气得当天就决定回大西北 我和哥哥将父亲送到火车站 列车开动前 父亲从车窗口探出声 对哥哥说 老大听爸的话 别考大学 咱们全家七口 只我一个挣钱 我已经五十出头了 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 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了 父亲的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衷 和哀哀的恳求 列车开动时 父亲流泪了 一滴泪水挂在父亲胡茬 又黑又硬的脸塞上 我心里非常难过 却说不清究竟是为父亲难过 还是为哥哥难过 我知道 哥哥已背着父亲参加了高考 母亲又一次欺骗了父亲 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 我这个知情不举者 也欺骗了父亲 我因无罪的欺骗 感到内疚极了 我很大程度上 是为自己难过 几天后 哥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母亲欣慰地笑了 哥哥却哭了 我又送走了哥哥 哥哥没让我送进站 他说 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 在检票口 哥哥又对我说 二弟 家中今后全靠你了 先别告诉爸爸 我上了大学 我站在检票口外 呆呆地望着哥哥 随人流走入火车站 左手拎着行李卷 右手拎着网兜 一步三回头 我缓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手中紧紧攥着 没买站台票 省下的那五分涅壁 心中暗想 为了哥哥 为我们家祖祖辈辈 第一个大学生 全家一定要更加审吃俭用 节约每分钱 我无法长久隐瞒父亲 哥哥已上了大学这件事 我不得不在一封信中 告诉父亲实情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 他再也没能返校 他进了精神病院 一个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 一个心理弱者的终身归宿 一个明确的句号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 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信 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以上的信 一封并不彻底地扫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 你太自私了 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 根本没有弟弟妹妹 你只想到你自己 你一心奔你个人的前程吧 就算我白养大你 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 有朝一日你当了工程师 我也再不会认你这个儿子 每句话后面都是感叹号 所有这些感叹号 似乎也无法表述父亲对哥哥的愤怒 父亲这封信 使我联想到了父亲对我们的那番教导 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不由地将父亲的教导 作为基础理论进行思考 每个人都是有靶子力气的 躺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 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 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 哥哥上大学 其实绝不会造成我们家 有一个人饿死的严峻后果 那么父亲的愤怒 是否也因哥哥违背了他的教导呢 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 大致分为两类 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 我们臭苦力 一类盲目自尊 崇尚力气 对凡事不靠力气吃饭的人 都一言以闭之约 吃轻巧饭的 蕴含着一种藐视 父亲属于后一类 如今想起来 这也算一件极可悲的事吧 对哥哥 抑或对父亲自己 难道不都可悲吗 父亲第四次参加前 我到北大荒去了 以后的七年内 我再没见过父亲 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 和父亲同时参加 在我下乡的第七年 连队推荐我上大学 那已是第二次 推荐我上大学了 我并不怎么后悔地 放弃了第一次 上大学的机会 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 比父亲对我的人生教导 在我心理上造成 更为深刻的不良影响 然而第二次被推荐 我却极想上大学了 第二次即最后一次 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 被推荐的机会 那一年我25岁了 我明白 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 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 还是一个问号 连干部同意不同意 至关重要 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 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 我因此而忧虑重重 几经彻夜失眠 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告知父亲 我已被推荐上大学 但最后结果 尚在难料之中 请求父亲会给我200元钱 还告知父亲 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 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 父亲是会明白 我需要钱干什么的 信已投进油桶 我便追悔莫及 我猜测父亲 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 要么会写封信来 狠狠骂我一通 肯定比骂哥哥那封信 更无情 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 即使他的儿子 有当皇上的可能 他也是绝不容忍 他的儿子 为此用钱 去贿入人心的 没想到父亲 很快就汇来了钱 200元整 店汇 汇单的复言条上 歪歪扭扭地 写着几个错别字 不够 就来店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 晚上下着小雨 我将200元钱 分装在两个衣兜里 一边100元 双手都插在衣兜 紧紧攥着两叠钱 我先来到指导员家 在门外徘徊许久 没进去 后来到连长家 鼓了几次勇气 猛然推门进去 我吱吱呜呜地 对连长说了几句 不着边际的话 立刻告辞 双手始终 没从衣兜里掏出来 两叠钱被钻尸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 那时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 在我耳边说 梁师傅真不容易呀 一个人要养活你们 这么一大家子 他节俭得很啊 一块臭豆腐吃三顿 连排炒菜都舍不得买 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 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 那时我还幼小 长大后忘了许多事 但这些话却忘不掉 我觉得衣兜里的两叠钱 沉颠颠的 沉得像两大块铅 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 我的人格那么悲下 我的动机那么可耻 我恨不得将我这颗肮脏的心 从胸膛内呕吐出来 践踏个稀巴烂 践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连队很远 躲进两堆木棱之间的空隙 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我哭自己 也哭父亲 父亲他为什么不写封信 骂我一通呢 一个父亲的人格的 最后一抹光彩 在一个儿子心中 黯然了 就如同一个泥偶 毁于一捧脏水 而这捧脏水 是由儿子 泼在父亲身上的 这是多么令人悔恨 令人伤心的事啊 第二天抬大墓时 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两杠 复合最沉重的位置 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 在八个人的耗子声中 被抬离地面 当抬杠深深压进 我肩头的肌肉 我心中 暗暗呼应的 却是另一种耗子 爸爸 我不 不 那一年 我还是上了大学 连长和指导员 并未从中作梗 而且还把我送到了 长途汽车站 和他们告别时 我情不自禁地 对他们说了一句 真对不起 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 不知我说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 下着小雨的夜晚 将永远永远 保留在我记忆中 三年大学 我一次也没有探过家 为了省下从上海 到哈尔滨的半票票价 也为了父亲 每个月少吃一块臭豆腐 多吃一盘炒菜 毕业后参加工作一年 我才探家 算起来 我已十年没见过父亲了 父亲提前退休了 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一次 受了内伤 也年老了 干不动重体力活了 三弟返城了 我回到家时 见三弟躺在炕上 一条腿绑着甲板 掉在半空 小妹告诉我 三弟准备结婚了 新房是绑着我们家老屋山墙 盖起的一间偏煞子 我们家的老屋很低矮 那偏煞子 不比别人家的煤棚高多少 我进入新房 看了看 出来后问三弟 怎么盖得这么凑凑乎乎 三弟的头 在枕上侧向一旁 半天才说 没钱 能盖起这么一间 就不错了 我又问 你的腿怎么搞的 三弟不说话了 小妹从旁替她说 铺油毡时 房顶木板太朽了 踩塌掉进屋里 我望着三弟 心里挺难受 我能读完三年大学 全靠三弟 每月从北大荒 寄给我十元钱 吃过晚饭后 我对父亲说 爸爸 我想和你谈件事 父亲看了我一眼 默默地等待我说 父亲看我时的目光 令我感到有些陌生 是因为我们父子 分别了整整十年吗 是因为我成了一个 大学毕业生吗 我不得而知 他看我那一眼 像一匹老马 看一头小牛 我向父亲伸出一只手 爸爸 把你这些年攒的钱 都拿出来 给三弟盖房子用吧 父亲又用那种 有些陌生的目光 看了我一眼 低下头沉默半赏 才低声说 我不是已经给了吗 我说 爸爸 你只给了三弟 二百五十元钱呀 那点钱 能够盖房子用吗 我 再没钱 父亲的声音更低 我大声说 不对 爸爸 你有 我知道你有 你有三千多元钱 父亲疼得 从炕炎上站了起来 脸色胀得紫红 怒吼道 你 你简直胡说 我什么时候 攒下过三千元 躺在炕上的三弟 插嘴说 二哥 你何必为我逼爸爸呢 爸爸一辈子都想攒钱 如今总算攒下了 能舍得拿出来 为我盖房子 口吻中流露出 一个儿子内心 对父亲的极大不满 我生气了 提高嗓门闷 爸爸 你这样做不对 三弟能在那样一间 梅棚似的破屋里结婚吗 那里出生的 将是你的孙子 或者你的孙女 你将在子孙后代面前 感到羞愧的 我心中 舒然对父亲 鄙视起来 住嘴 父亲举起了一只拳头 拳没落到我身上 在空中 僵了片刻 沉重地落在了 父亲自己的脑门上 母亲四弟和小妹 赶紧从里间屋出来 把我往里间屋拉 你 十年没见我 一见我就教训我吗 好一个儿子 你就是这样 给你弟弟妹妹们 做榜样的吗 你可算念成了大学了 你给我滚 父亲脸塞 抽搐着 眼中喷射出怒火 他那凶暴的语调中 有一种寒透了心的 悲凉成分 他用手朝我一指 又吼出一个滚字 再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一下子 挣脱了母亲和四弟 拉住我的手 大声说 爸爸 我永远不再回这个家 说完 冲出了家门 我一口气走到火车站 买了一张三个小时后 开往北京的火车票 坐在后车时的长凳上 一支接一支吸烟 不知过了多久 听到有人轻轻叫我 抬起头 见母亲和四弟站在面前 四弟说 二哥 回家吧 母亲也说 回家吧 妈求你 不 我坚决地摇摇头 母亲又说 你怎么能那样子 跟你父亲争吵呢 他的确是没攒下 那么多钱呀 他攒下的一点钱 差不多全给你三弟了 下个月初 就要给你哥交住院费 几个好奇的男人女人 围住了我们 用各种猜疑的目光 注视我 我听到一个 上了年纪的女人离开时 叹了口气 说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分明是被看成 一个不孝之子了 我打断母亲的话 说 妈妈 您别替我父亲辩护了 我在大学时 您求人写信告诉过我 父亲已经积攒下了 三千元钱 他怎么能对他的儿子 那么吝啬 母亲 争了一下 说 傻孩子 是妈不好 妈 那是骗你的呀 为了让你在大学里 安心读书 不挂虑家中的生活 听了母亲的话 我呆呆地望着母亲 那张憔悴的脸 发愣许久 说不出话来 听妈的话 回家吧 回家跟你爸认个错 母亲上前扯我 我低下头 哭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